周末一大早 新北市板桥区凤凰酥店 就出现大排长龙的景象 现场150位民众排队 从店内排到店外 还有新加坡旅客也来购买 还有台中游客 特地准备行李箱 就是为了把伴手里带回台中 现场民众为了抢买凤凰酥 至少排队一个小时 多久大概一个百小时 其实差蛮多 因为去年的时候客人就比较少 今年真的是生意比较好 两三成是有的 因应年节人潮业者加派人力 实名店员忙进忙出 这间名店网络代购也不少 甚至一盒15入的凤凰酥 从原本的285元罕价到330元 一口气加了45元 另外为在北市中山区 这间知名的高饼店业者积极备货 预估未来几天购买人潮 就会增加 因为今年可能有一点解封 所以又比去年更忙碌一些 业者也透露 往年年节伴手礼 热销前三名 包含凤梨酥 绿豆碰以及太阳饼 都是民众比较常买的礼盒 另外网络温度计也调查出 网络声量最高的年节礼盒 第一名为果干坚果类 第二名酒类 排名第三则是饼干类 如果过年送礼 还没有想法 不妨参考统计排行 记者陈世间陈亮台北采访报道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啰 好希望大家爱用啰 优优独播 李兰霐 李兰霐